百物通膨,许多人都哀叹,钱不够用 那今年的五月劳动节游行呢 主题就是要把争取,把最低薪金调涨到2000令吉 改善劳工的生活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去年的三月 国内有35%相等于220万名正规领域的员工 月薪低过2000令吉 今年的游行呢 将在早上十点从马银行广场走到独立广场 以社会主义党为首的五一委员会今天指出 虽然我国有15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 可是和实际生活成本相比之下呢 还是差了一大截 他希望把最低薪金调整到2000令吉 符合维生薪金的概念 也就是确保收入可以让饶工来维生 游行当天也会提出六项诉求 包括了立法保障零工权益 移民员工平权 承认原住民土地拥有权 扫除性别和性向歧视 颁布气候紧急状态和废除煽动法令 及钳制自由的法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